如果目前的你正在努力 可是感觉一直都没有前进 还遇到很多的困难还有失败 甚至你还在考虑着要不要放弃 今天我就要跟你分享一部短片 这部短片是我从某营上面看到的 看完过后我就想要第一时间 分享给所有正在努力拼着的朋友们 希望你们也可以从里面体会到一些感想 这次影片我是冒了侵权的风险 就是想要跟你分享罢了 所以一定要赶快把这部影片看完 因为我怕这部影片很快会被拿下来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更多的人看 别人都在认真上课 他却天天在打游戏 可当别人在为高考发愁时 他已经靠卖游戏装备成了百万富翁 买了人生第一辆车 成为了学校的当红之星 妈妈问他是不是去赌球了 爸爸劝他别不务正业 好好读书才是正道 可阿塔把父母的话当耳边疯 继续沉迷于游戏 很快 报应来了 他高考落榜 游戏也因为交易太过频繁 官方永久封停了他的账号 看着一旁新买的DVD机 他又有了一个赚钱的办法 他来到商场以超低的价格 购买了500台DVD机 打算卖差价赚钱 谁知刚回到家就发现 这些DVD机基本都是坏的 全是山寨版 他来到商场找老板领问 老板说山寨版的不退不换 也没有售后服务 还一脸嘲讽地告诉他 便宜没好货 你不知道吗 阿塔气得眼冒惊心 当场砸碎了柜台的玻璃 这回老板也生气了 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阿塔被打得落荒而逃 在回家的路上 爸爸告诉他 现实世界和网络游戏不一样 连我们这些大人都完不明白 何况你还是个孩子 爸爸丢给他一打钱 让他去上私立学校 只有知识丰富了 才能扛住社会的毒打 可报复过的阿塔哪有心思上学 他虽然人在学校 但满脑子想的都是赚钱 这天他带女朋友来中国城玩 女朋友说想吃这儿的糖炒栗子 就在他下车给女朋友买时 他突然想到 糖炒栗子这么多 为什么只有中国城友 如果拿到其他地方去买 肯定可以大赚一笔 有了想法 他干脆连学也不上 整天跑到中国城来看别人炒板栗 这天在食品展览会上 他看中了一台自动炒板栗的机子 这东西操作简单 炒得还比人工好吃 就是有点贵 但阿塔从来不在这种小钱上纠结和交流 立马就花五十万泰铢买下 哪知带回家后 父亲把他骂了个半死 这种东西在市集三万块就可以买了 你真好骗啊 虽然被骗了 但阿塔的心态并没有受到影响 马上就把心思投入到学习炒板栗上 看着老师傅炒钱会把板栗抛进谁 他忍不住上前发问 老师傅说这样可以分辨板栗的好坏 坏的会浮在上面 沉下去的就是好坏 阿塔如获至宝 赶紧用笔记笔 来到下一个摊前 大妈告诉他翻炒手法 而且炒板栗要用鹅卵石 再来到下一个摊前 他尝到别人糖吃好的食物 赶紧花钱将配方满下 掌握好制作步骤后 他立即开始付出行动 刚开始 锅里的炒粒子炸得到处飞 经过不断反复尝试 他终于炒出了一碗香喷喷的糖炒粒子 家人们尝过都说味道可以 阿塔觉得可以开店了 他来到商场挑中了一个位置 很快便把摊子开了起来 但是他要上课 只能把摊子交给家里的管家糖叔照看 第一天下来 他们的生意并不好 只卖了两份 阿塔很失望 问糖叔怎么才卖了这么年 糖叔说不知道 可能我不如对面的小姑娘聪明可爱吧 阿塔知道这样下去可不行 于是立即来到服装批发市场跟别人学叫卖 在这里 他看到有人靠送赠品领容 有的人靠打折 但引起他注意的是厕所门口的一个募捐箱 每个上厕所出来的人基本都会丢一点点钱 这让阿塔意识到了位置的重要性 他立即跟商场提出要换位置 不惜提高价钱也要把他的铺子换到停车场旁边 这样有的人就会顺便买一点炒粒子搭回家 果不其然 第二天他的生意就好到爆 产品直接卖脱销 阿塔算了一下仗 一家店的利润是12万 那十家店岂不是可以月入120万 他的野心迅速膨胀 当即将商场的旺铺全租下 买来机器准备开分店 然而没过多久 问题来了 炒粒子的油烟太大 熏黑了商场的天花板 工作人员要他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不然就搬出商场 阿塔当然不愿搬走 等所有人下班后 他连夜给商场刮大白 可这时妈妈又带来一个坏消息 你爸爸投资破产 欠下巨额债务 我们准备搬去中国 阿塔觉得自己的生意刚有起色 说什么也不能走 于是他选择了和父母分开 独自留在了这座城市创业 然而没过多久 因为他无法清楚油烟的问题 商场撤销了他的全部摊子 接连两次的创业失败 阿塔低沉了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一次带女朋友出来玩时 他随便尝了一口女朋友的炸海苔 没想到这东西味道超棒 越吃越想吃 根本停不下来 他突然灵光一闪 决定卖炸海苔 说干就干 第二天他就买了很多海苔 哪知没过一周 这些海苔全坏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经常视频的保质器 教授向他推荐了一台真空密封机 说真空包装可以让视频保存得更久 但这意味着阿塔还要买一台真空包装机 需要好大一笔钱 为了筹钱 他卖了超板利机 接下来就是炸海苔 可他们根本炸不出好吃的海苔 怎么炸味道都不对 光试验就浪费了十箱 堂叔却阿塔及时止损 不要再浪费钱了 但阿塔不打算放弃 他卖掉了心爱的游戏机和电脑 决定继续买海苔来炸 直到炸出好吃的海苔为止 不料这天晚上 一场暴雨袭来 新来的海苔全被打湿了 堂叔也被雨水滑倒 摔晕在地上 阿塔赶紧把堂叔送进医院 有时候一不顺 就真的是处处不顺 阿塔坐在凳子上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 难道这一次又要失败了吗 他不甘心地继续回来炸海苔 炸海苔剑的油在他手上留下很多伤疤 直到许多年之后 这些疤也没有淡去 可现在的他根本不在意 一心只想炸出好吃的海苔 但很快 海苔又一次炸光了 只剩丢在地上的最后一包 这包之前被雨水浸泡 本来不要了 但现在他管不了这么多 捡起来继续放进锅里炸 炸完后捞出来尝尝 没错 这次味道对了 看着包装袋里面的潮湿 他顿时明白 原来炸海苔真正的秘诀是泡水 阿塔第一时间来医院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堂叔 等堂叔出院后 两人摆起地摊 他们的海苔好卖到包 阿塔算了一下 照这个卖法 一年就可以赚一百万 他觉得自己有能力 打电话给爸爸 想要帮家里还一些账 可当爸爸说家里欠了四千万时 他突然沉默了 顿时感觉到自己好渺小 回到家 房子被贴上了法拍的信息 收拾家的时候 他发现父母的房间 藏了好多安眠药 原来父母一直顶着巨大压力 整夜为债务愁地睡不着觉 阿塔决定帮爸爸妈妈还债 可他一年撑死才赚一百万 这样下去要还四十年 这一晚 他苦思冥想睡不着觉 于是独自来到便利店买室的 就在离开时 一个飞舞的便利带 引起了他的住 回头一看 光这一条街就有三家连锁便利店 要是把他的海苔批发给便利店卖 那他就可以快速扩大销量 第二天 他换上爸爸的西装 来到了便利店组部 向市场经理毛遂自荐 请求对方上架他的海苔 可还没等他说完 市场部经理直接拒绝了 因为他的包装 大小 价格 全都不符合标准 阿塔失落地回到家 女朋友叫他回去读书 不然就分手 塔哥想都没想 当场就和女朋友分手 第二天 他来广告公司设计包装 把产品重新做小 几天后 他抱着新产品再次来到便利店走路 前台说经理现在没时间见他 他只好坐在外面一直等 可他等了好久 市场部经理在里面走来走去 就是不出来见他 阿塔终于失去信心 把带来的海苔送给电梯员 伤心地走了 但没过多久 电梯员又把海苔送给了公司里的一个职员 谁知职员这一吃根本停不下来 他赶紧分享给其他人 每个人都好吃到舔手指 不久 阿塔就被叫到公司 市场部经理说可以上架他的海苔 但一个月后要去他的工厂置紧 这对于阿塔来说又是一个巨大难题 因为他根本没有工厂 为了办工厂 他来到银行贷款 可银行经理一看他才19岁 立马就拒绝了 阿塔又一次陷入绝望中 在走投无路之急 他卖掉了心爱的汽车 用最后的钱租下一个仓库 打算将这里改造成工厂 为了省钱 他和工人一起打地铺住 天天亲自装修 如果这次在失败 那他真的就一无所有了 不久 便利店的公司如约来检查 唐叔让阿塔拿钱去贿赂质检员 但阿塔不肯 经历过这么多事 他认为人生没有捷径 该怎样就应该怎样 然而他的工厂也被检查出很多问题 日光灯没有保护罩 排水区暴露在外面 洗手台也不是脚踩的 生产车间里还有苍蝇等等 阿塔承诺一个星期内 会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 但经理说他们要回去讨论 到时候再通知他结果 几天后 工厂所有的卫生条件都翻新了 工人们全部戴上手套和口罩 灯上也包着灯罩 这天 通知结果的传真来了 但偏偏传真机的墨水用完了 没印出来最终结果 他赶紧跑出屋外 透着耀眼的阳光仔细看 纸上赫然写着两个字 他一次次跌倒 但总能一次又一次站起 没过多久 他拨通爸爸的电话 让他们可以回来了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 故事的原型人物名叫 B提帕 柯彭温奇 16岁时他靠卖网游装备月赚40万 17岁辍学卖潮力子月赚120万 19岁创立一家海台公司 邦家里还清了4000万负债 20岁 他的海台出口27个国家 年收入15亿 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他说做生意就像打游戏一样 要一关一关地打上去 如果你想成为更高级的玩家 就必须坚持一直玩 在他身上 每个人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坚持努力不断学习 正如他所说的 成功没有捷径 只有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看完这部短片过后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下面留言一起交流 如果你喜欢我跟你们分享 我从别边看到的 这类对我们的财富成长 有意义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让我知道 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